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Level New Group 呃,你现在看的是技术图 你可以看到很简单 它已经大跌,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个啊,大跌,而且是 大量,有量,也要成交量啊 而且这个价钱也是很厉害 而且是跌破这个筹码风 呀,呃,有点大事不好的感觉 呀,如果你用这个 Warrant Buffard V-shipper Range 你看我的用法啊,我是用 这边最低,最低的时候 上去的时候又回来,ok 这个Lange啊,这个Lange 然后呢,拿到它这个Warrant Buffard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很多筹码在这边 然后底部呢,是很少的,ok 通常都不是好事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头,中,头,中,脚,亲 呀,头中脚亲啊,随时会引导 呀,随时会引导 现在呢,它已经跌破这个头码风 呃,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看这边中间啊,是没有什么支撑的 ok,它最大的支撑是在这边 多少钱 快四,快半左右吧 啊,快 快四千左右吧 是它的支撑 这个是支撑,这个支撑 大概是在快四千左右 呀 呃 现在是 快六多 这个是快六到快四呢 是 free flow的 还是没有什么支撑的 ok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通常 TEPPOR这个头码风呢 都 都 都不是好事的 ok 呃,我已经是 我已经 跟你们讲很多 跟你们分享了很多次 头中脚亲 呀,TEPPOR这个头码风 不是好事 呀,不是好事 ok 当我们 这个是我讲的是技术面 你要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如果你是用Trading View的话 你可以很简单的 你看我按这个东西啊 这边有三个点 按下去 这边一个是Financial Okay 通常 当然基本面 这个是基本数字罢了啊 我不是讲基本面分析啊 我是讲基本数字 我们只来看一下一些简单的一些财务数字 阿嘎嘎 也是大概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 生意做的怎么样 呀 当然要深入 当然要深入的话 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看财务数字就可以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很简单的 我们就用这个PE来看就好了 我们其他东西不要看 后来PE呢 在这个是N路了 一直都是维持在38 48 68而且是越来越高啊 OK 呃 也就是说 这大概是50 大概是58 PE 就是说 他 赚了钱 用50年之后 他还可以赚回来 呀 OK 这个是PE的用法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它Quarterly 按这个Quarterly OK 所以Quarterly呢 OK 你就可以看它的PE啊 56这个数字 OK 是很高的 OK 对我来讲是很高 通常对我来讲超过30 都是高的 OK 现在是超过70 80 呃 是有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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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它已经是很高估的 很高估 非常高估 呀 那当然如果讲它高估的话 PE很高 通常都是因为它未来有成长嘛 未来有成长 它未来可以赚更多钱 它今天这个PE很高 不是问题 因为过两年之后 你再看回去 它PE就变成很低了 OK 这个就是成长股的一种看法 PE的分法 当然我现在是看数字罢了 我没有真正的进去看它的那个业务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样东西叫做 Income Statement 我们去看一下它赚钱的人力 按这个Income Statement 这边就会给你讲说它的Income了 OK 我们选了Income Income在那里 啊这边 这就是Income 所以Income 这是Quarterly啊 它赚钱的人力 300万 600多K 400多K 2个M 然后4个M 然后又变成3个M 这个又变成M 呃 它近期的这个Quarterly呢 就说它这个 这个 赚钱的人力的 大概是1.283点 才是在 才是在 下注了 看到吗 5Quarter 啊是下注了 当然你可以说 哎我Compare Last 还是赚钱很厉害的啊 OK 这个是OK啦 没问题了 但是 它是不是这个价钱 啊这个是怎样回事 呀 so 对我来说 PE很高 赚的钱 好像就越来越少 因为通常你PE很高的话 你就期望它未来 它会赚更多钱吗 但是这边你看 它已经跟你说 你看我这边是赚400万 然后我那后呢 Q3的时候 我是赚300万 然后Q1的时候 Q4的时候 我是赚100万 他下 他过两个礼拜 他就出他的那个 啊最新的Quarterly Report 那是多少钱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啊 那时候就知道了 他是不是真的是在赚钱 但是现在他股价掉这么厉害啊 啊 这个就要小心点 我们把它拿掉 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有人知道他的这个业绩啊 哎呀 或者说有些人知道他有一些啊 一些消息 而我们这些赏付是不知道的 哎呀 要知道消息的人 就会把它卖掉 而且是你看他是很大量的啊 大量啊 他的那个Volume 看到吗 Volume 我看到吗 Compat之前 Volume是很少的 哎呀 就突然间有人丢货 OK 不知道 但是呢他支撑 刚才我讲了啦 支撑大概是在这边 快半钱左右 快4块半钱左右 呀 再次快6钱 呃 会不会这边止跌 我们就我们就 去 往下下 呀 呃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我讲说的就是 MA60 往下 MA20 往下 这个整个都是一个下降起始 下降起始了 嗯 大家注意一下吧 啊 这个通常TEPPOR 这个这种情形 TEPPOR 这个头中脚筋 这种头码呢 都不是好事来的 OK 而且是已经是TEPPOR 这个头码 头码风 那些玩下去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当然 这个并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只是分享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